着实没想到朵朵粉原来是个货物宫 大家好 今天吃完了 我现在在贵州的安顺 刚到这儿我就在想开门见山这四个字 应该就是这儿的人想的 横市里随处可见的大山 特别的酷 咱今儿就开门见山 是一个当地特别酷的美食 朵朵粉 Let's go 能吃 特别能 可以 来过年啊 好好 谢谢 可以啊 可以 你们四个都是 我都是贵州人 新鲜快乐 谢谢 不客气 新鲜快乐 刚问了一下老板 朵朵是个人 特别喜欢朵别人的粉 朵朵有一个弟弟叫B人 我叫朵朵 我叫你 谢谢 这就是朵朵粉 叫粮粉 朵朵粉是用叉子朵的意思 是个洞子 不错 给大家看一下锅底 特别的棒 这边是酸辣 这边是麻辣 目测没有任何区别 这边锅底是芹菜 这边是包菜 这么大的区别 嘎 豆腐皮 火腿肠 豆腐粉 肉馅 卷粉 不是很软的软烧 酥肉 加了辣椒的点醋粉 酸辣一半麻辣一半 酸辣 麻辣 酸辣的卷粉 也不知道贵州的辣辣不辣 好像没啥事 不辣 这个辣度是当地人的辣度 要加辣了吗 我不用 我觉得挺好的 来 兄弟们躲起来 好 躲到了一个粉 躲躲 躲躲粉的一半了解一下 这就是玉米面儿的教团 不能说很香 但是好吃的 躲 躲起来 好 真男人就要吃自己亲手躲的粉 辣度我感觉我已经适应了 加了我们就该躲别的东西 比如说躲火腿肠 不用一直躲是吧 不用 对不起 我要的是个鸳鸯锅 但吃了半天 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来了直接点酸辣 绝对不踩坑 刚煮好的肉馅 太好吃了 堆个斗皮 没了斗皮 还要吃了 土豆我们吃一下怕不怕 怕吗 怕 嘎 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嘎是什么意思 嘎这个味道的意思就是 你说我说的对吗 或者英国里面的I'm right 怕 真的怕 嘎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凉朵朵 稍微在锅里蘸一下 迅速 放进嘴巴里 这种口感就是外热力量 拜拜 拜拜 刚刚那姑娘她朋友好像不认识我 但不管是什么认识 你们收了人家红包 你容易关注一下我 大家交我朋友 Hofla 这个汤浇在米饭 且不说能不能吃 就是一个多么大胆的想法 我尽想挑战一下 老板拿个白米饭 人生嘛 勇敢尝试 谢谢 就这汤浇米饭 当地人真是这么吃的吗 米饭浇汤 兄弟们先走一步 还可以好像 还挺好吃 当地特色软烧 酥肉了解一下 有二根 辣度反正就 还是辣 不要有情绪 轻易尝试 房宗的滋味 就我们试一下 当地的辣椒 这个辣度跟刚才那个比起来 就是个地底 地中地 咱们摘点辣椒吧 看来贵州的辣 也不够如此 三个人一顿夺夺下来 好的我们今天是消费 189 非常非常开心 和幸运 能够再来到安顺的第一餐 就吃到了如此美味的夺夺粉 只是没想到的一点是 人家十一火锅 But 味道真的好 特别是这种夺夺的形式 特别的有意思 你们以后来安顺玩的时候 千万没有人吃 多多烤饭 今天又恰逢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 8月15日 正月15日 吴某人在安顺 摇祝大家平平安顺 好的我们下期见 拜拜